伊蘭縣政府的弊案呢 檢調今天是展開第三波的行動 傳訊了縣長林姿廟 在內有六名被告到庭釐清 那麼伊蘭縣長林姿廟呢 從早上9點20分到伊蘭地檢署之後呢 直到晚間9點多才結束開庭 而稍早呢 他受訪強調自己是簡單做人 認真做事 來看看當時的畫面 針對債務就說 你希望司法趕快調查清楚 管我們的清白 債務的部分 就是金流的那一部分嗎 債務就說你清楚 好 謝謝大家 現在有沒有覺得說這個是 司法一直在破壞的事 我簡單做人認真做事 好 對於呢 閉案的伊蘭縣三度遭約談 開庭12小時 會不會覺得呢 遭到刁難針對性 林姿廟說呢 他是認真做事 那麼今天呢 包含他的女兒也有出庭 而至於呢 是釐清哪個部分的案情 檢方也並沒有多外說明 是否包含了滅政 還有所謂的藍色行李箱的部分呢 所有跟案件相關的新舊事證呢 檢方說呢 都會調查釐清 不會只針對單項 不過呢 細節因為涉及偵查 所以呢 沒有辦法對外來進行說明 以上是目前來自宜蘭的詳細資訊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